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控告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人数还在急速地增加 据法轮大法明会网报导 截至6月25号控告江泽民的人数已经有22,818人 光是6月19号到25号这一个星期内就有13,109人提告 既往中共的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刑事控告状 当中10972份已经得到签收的信息